- 大家好,今天呢,我來到了07哥他的秘密基地 今天我們來裝的是這一個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開箱分享過就是這個 引擎的發電機護蓋的回裝 今天我們來回裝東西呢,就是在前面這一條 引擎式的一個擋水條 那這擋水條呢,先拍料給大家看 這是他的料號,JXCBA16B990AC 這是他的一個料號 然後呢,大家可以去福特原廠叫 這一個料呢,不貴喔 叫好像100出頭吧,不到150元 這料很便宜 然後他拿出來呢,就是一條完整的膠條 然後他上面還有附這個塑膠扣點 那麼這個塑膠扣點呢,要裝呢 其實在我們新版的車上面 我們在這個基座上,他是沒有打孔的 所以你要自己打孔 這也是這一次施工最難的地方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拿雙面膠 把這個膠條黏上去就完工了 那,我的做法就是直接用 黏的再加打孔 那麼等一下我們就來開始施工 那我們會先用雙面膠來黏 把膠條都定位之後再開始打孔 然後呢,在這兩邊啊 這兩邊這個地方 這個扣點,塑膠扣點要拆起來 為什麼要拆起來呢? 這個扣點拆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底下 底下墊一層東西 為什麼要墊東西呢? 這個塑膠扣就拔起來像這樣子 拔起來之後這個可以翻起來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底下墊一個 墊一個鐵片 因為這個大燈一直延長到這一邊來 所以說 你如果磚頭直接下去的話 可能會傷到大燈 那這一組大燈磚壞掉呢 就是兩萬多塊起跳 所以說 在這裡要做好墊的東西 以防這個磚頭下去的時候傷到大燈 那麼下午就先拔起來一個 等一下我們就把另外一邊也拔起來 接著呢 我們就準備來開始把這個 膠條給定位 然後開始準備來施工吧 好,那麼我們第一步要做的呢 就是先把這個 塑膠扣 全部都拔掉 扣子拔掉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集中起來 然後呢 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 膠條我們就先拿來對位置 大概對一下 好,接著我們就先拿雙面膠來黏 黏好雙面膠之後呢 我們就先來 把背膠大概撕掉 然後把東西定位 對 哇,這膠有點 有點那個了 好,大概在這邊 好,然後 大概三個點黏好之後呢 位置都 黏好之後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它的整個 位置有沒有正確 是不是在要的地方 好,位置都對好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可以準備 先來打定位孔 先來打定位孔 OK,打穿第一個 接著我們準備打側面這邊啦 就是,底下 底下最好電一個東西 以免傷到大燈 OK,那我們把這三個定位點都裝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扣子給扣上去 來當一個定位 好,這樣就扣上去了 然後我們移去把兩邊 的這個扣子的定位都先扣好 定位點找到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把剛剛的雙面膠都先移除掉 OK,雙面膠先移除掉 然後中間的定位點在這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三個點的定位定好之後呢 基本上其他的孔位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做施工了 好了,再經過大概15分鐘的施工呢 我們已經把這個膠條給回裝完成了 非常非常的有完整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個卯扣之間啊 他的整個點啊 其實我抓的還算有點 有點跑位 但是基本上九成準啦 像我剛打這個地方的時候啊 有一點跑掉 所以他這邊有點凸凸的 但是其實 肉眼看不大出來 那麼就是大家在做的時候啊 可以先用雙面膠先找到你左右兩邊的定位 接著呢再用那個中心充 充個中心點出來再開始轉 我是直接轉啦 然後 轉了之後 我是先中間左右兩邊先打三個洞 然後把扣子扣上去之後呢 再開始把其他洞也轉好 然後 一邊轉動一邊 打這個矛扣進去 這樣讓他的定位點更加的準確 所以說 在剛剛做完的這個條紙上面啊 其實每個孔位的準確大概就九成左右 然後 轉上去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原廠出來的這個膠條 它吻合度、密合度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然後在這邊 它整個密合度非常的好 然後這完工之後呢 因為它這個是在倉庫領料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先噴一點這個 泥絲的細油來保護一下這個膠條 稍微噴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把它擦拭一下 那我們就先噴點細油把它清潔擦拭一下 讓它的外觀 有一層油脂的保護 好擦完之後呢 這一次的膠條回裝工程就順利的進行完成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去洽取你們家附近的福特保養廠 這個膠條不貴 不到150塊 比你去吃麥當勒還要便宜 這一條膠好像一百出頭塊 我再把這個價格打在上面 真的很便宜 而且它來的時候它就有付這個扣子了 所以說 你就可以用一個很簡單很低成本的方式 把這個膠給回裝 如果說你家沒有電鑽的話 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雙面膠去黏 那如果說你叫我電鑽的話 就可以照我的方法 就是兩邊先拿雙面膠定位 然後再開始打洞 那麼就是要注意這兩邊 這兩個點 要注意打的時候要小心底下要電東西 不要打到大燈 大燈打破掉就很貴了 那麼在回裝這個膠條之後呢 也可以讓引擎室這前面 多了一個擋灰塵的機制在 讓引擎室不會這麼容易跑灰塵進去 那麼如果想裝這個東西的朋友們 歡迎回去洽取你家附近的保養廠 請專員幫你叫這個料 那料號呢 剛剛我也給大家看了 然後我也打在影片的底下 讓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